这个视频,我们来介绍现代诗人郭沫若及其新诗创作 为了响应大力发展新闻学的号召 小说方面,鲁迅,巴金,老舌等都纷纷拿出了自己的作品 诗歌方面当然不能落后了 胡适赶紧用白话文写就了一部长世级 里面的诗歌大概都是这样的 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呼飞环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大家一看,嗯,嗯,不错吧 虽然没有任何文学手法 但语言通俗易懂,确实一次成功的尝试 不久,在胡适尝试级的鼓励下 文学界就出现了一位更大胆的新诗诗人 郭沫若 那时的郭沫若还在日本留学 当他读到鲁迅等人的作品后 内心激动不已 想到国内的作家们已经战斗得如火如荼 他赶紧加入进来 很快发表了一部诗集 《女神》 结果《女神》一出 大家都热血沸腾 认为它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之作 郭沫若高兴之余 再接再厉 又一部星空文士 也是好评如潮 那么郭沫若的新诗到底好在哪里呢 首先是诗歌中大量运用新颖的比喻 比如骆驼 我们可以将其比作沙漠里的船 很不错吧 可郭沫若说 骆驼 你 星际火箭 你有生命的导弹 你给予了旅行者 你天样的大胆 把那笨重的骆驼 比喻成载着生命导弹的星际火箭 让旅行者跟随他们无谓的向前 的确是新颖 还有呢 看到大海边的夕阳 他写下 新嫁娘最后战红了他丰满的旁儿 被他最心爱的情郎拥抱着去了 郭沫若竟然能把那 大大的西洋比作新娘 把广阔的大海比作新郎 新娘被新郎抱走 实在另类 他甚至还能把自己比喻成漆黑的煤炭 把祖国比喻成年轻的女郎 用自己的熊熊人生 向祖国倾诉中场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你看 郭沫若的比喻不仅新颖 而且大胆 不过更大胆的是他那天马行空的想象 仰望星空 他的心就会变得平静 想象天上的星星是一盏盏的街灯 进而想象那里有一个美丽的街市 牛郎之女在那里过着幸福的生活 你看 那浅浅的天河 定然是不甚宽广 那隔着河的牛郎之女 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 我想他们此刻定然在天街咸游 不信 你看那朵流星 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多么安宁美好的画面 而俯瞰波涛汹涌的大海时 郭沫若又变得激情澎湃 他想象借助大海的力量来破坏 来创造 无限的太平洋 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 要把地球推倒 啊 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红涛哦 啊 不断的毁坏 不断的创造 不断的努力哦 在这些新颖的比喻和大胆的想象中 我们似乎能够感受到郭沫若心中 那股炽烈的情感 他在骆驼中 渴望无所畏惧的前行 在炉中煤中 渴望为祖国燃烧 在天上的街市中 渴望看到人们幸福的生活 比喻 想象 热情 构成了郭沫若诗歌中 激情洋溢的浪漫主义 这种浪漫的精神 正是那个时代 人们渴望改革 渴望新生活的象征 因此 郭沫若的诗歌 不仅包含着丰富的表现手法 更契合着整个时代的精神 自然深受大家赞扬了 下个视频 我们就去赏悉 郭沫若那气吞日月的诗作 天狗 现在快去答题抢金币吧